蔡次長 來 次長請 次長你好 我有一個問題啊 我非常非常的擔心 那您剛剛上任 您之前我看您的經歷大概都是在大學 擔任一些重要的職務 那但是接下來我希望教育部的同仁 能夠針對這個問題啊 要非常用心的去處理啊 就是 次長您知不知道我們未成年 首次用藥的平均年齡 是多少 對不起 抱歉委員 我們剛剛沒有聽清楚 就是未成年人啊 首次濫用毒品 他的平均年齡是幾歲 您知道嗎 呃 大概是在 15歲左右 按照國家衛生研究院 最新公佈的資料 平均的年齡 第一次用藥未成年者 是12.5歲 等於是從小學 就開始 小學 先從 第三級的 Ketamine 所謂的K炎 到國中 高中 進階到第二級的毒品 安菲達米 跟搖頭丸 至少您知不知道 首次用藥的地點 比例最高的是在哪裡 可能是在 呃 校園周遭的 一些比較 呃 娛樂場所 反而只有 百分之十五點四 那 在校園裡面 毒品氾濫的問題 攸關我們下一代 絕對不能輕忽 我大概從兩年以前 有一次跟幾位檢察官的朋友 在聊天的時候 那幾位檢察官 都是非常有愛心 憂心忡忡的告訴我 說台灣如果沒有辦法解決 新少年 毒品濫用的問題 這個國家的國力 未來會堪憂 特別是在我們少子化 的趨勢之下 如果又有越來越高比例的 未成年人 繼續濫用毒品的話 我相信次長應該會知道 對於整個社會上的發展 整體的國力 會造成多大的衝擊 那按照 一樣啊 是法務部 他們在最近幾年 不斷的有做各個年度 犯罪狀況的調查 那在這次的決算報告當中 事實上也有引用 從2008年到現在比較近的Data 2013年 你可以看得出來 成年犯每10萬人的犯罪力 的確是慢慢有遞檢當中 從2008的1062個人 到2013的880個人 但是問題啊 是少年犯 少年犯從678個人 從478個人 到612人 他跟整個成年的犯罪 所呈現出來的趨勢 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趨勢 甚至是連兒童犯啊 的比例 也不斷的在升高當中 那這個是 在剛剛那些犯罪類型當中 其中一個我非常關切的 就是 毒品的案件 從少年兒童保護事件當中 2008年 369人 一直攀升到2013年 1037人 那這個是少年 他們直接違反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構成刑事犯罪啊 的人數當中 的統計 那我知道 教育部 這兩年 有在推一個 紙追花的運動 那這個紙追花的運動 在2015年 跟2016年 分別編列了 7795萬 跟8348萬 的預算 那請問這兩個運動 我有看到 拉拉雜雜 包括網站的維護 包括了一些宣導活動 那但是這兩個 運動 具體成效的評估 現在有沒有做任何的評估報告出來 跟委員報告 那這個 我們有 一些初步的一些評估報告 那這個是不是 融會後 我們用書面的 來 跟 提供給委員 可以啊沒有問題 那 那 這一個 有關於青少年 毒品 防 防治的問題 是 我會不斷的 是 持續的 關心下去 是 所以未來 在整個推動運動的過程當中 教育部這邊 需要什麼樣子的資源 需要什麼樣子的協助 我個人在國會裡面 我一定全力支持 是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希望 我希望這些計畫 這些運動 不是只有淪為口號 是 不是只有淪為預算的消耗 是 不是拿納稅人很多錢 去印很多文宣品 那最後事後 的追蹤輔導 都沒有切實去落實 是 我再跟次長 看一下 這個是 在少年矯正機構收容的少年 在壘犯 他的趨勢 你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喔 就是 在壘犯的比例 雖然在過去 從2011、2012、2013 有稍微遞減 但是他都維持在一個 蠻驚人的比例 那個比例就是 百分之四十 你可以說是在百分之四十 上下跳動 那等於是說 進了這個收容機構以後 十個人出來 最少有四個人 會再觸犯 那這個比例相當相當的高啊 等於是說 這一邊的整個 矯正輔導的措施 包括出來了以後 他是不是能夠得到 足夠的支援 包括學校的支援 社會上面的支援 家庭上面的支援 我相信 在這些環節當中 跟 學校 扮演的角色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希望未來 過了四年以後 我們再在這個地方 再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整個數字會改變 那我不會再走在路上 常常碰到很多 憂心忡忡的家長跟我講 說他的小孩 從小學到國中 就看到校園裡面 有在濫用藥物 這樣子的狀況 市長這件事情我們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那第二個我現在 麻煩再請一下成功大學的校長 陳大校長請 那個蘇校長是嗎 蘇校長您早 蘇校長我這邊喔 有幾位陳大的老師跟學生啊 跟我陳情 那 有關於他們在校務會議當中 所遭受到肢體 受傷的部分 上個禮拜好像已經有 立法委員跟他們開過記者會 那我從這些資料當中 我現在比較困惑的一件事情 是說 當初在領選校長的過程當中 專任老師616位 投票的結果 那最後到底公佈了沒有 這些我因為身為一個被領選人 所以我是在所有事情結束之後 經過這個 所有教育部的程序被任命的 所以我不屬於那個process當中 處理的一部分 對那我現在問題很簡單 就是那616位 投票的結果 現在資料公開了沒有 從會議上 從領選委員所提供的會議紀錄 以及當初呈現的結果來看 以這個 所有當初的候選人的這個姓名 被排序的公開這些資訊 以姓名數排序 但是 我現在目前為止所掌握到的資訊 我先跟您確認一下 在2014年11月27號的時候 陳大友召開了一個臨時校務會議 那個臨時校務會議有做成具體的結論 那個結論是說 本校103年領委會應該依據本校校長領選辦法 將專任教師行使同意權的結果 依票數多寡排序 推舉候選人參與第三階段的領選等等等等 這些資訊我到今天早上再確認 都還沒有公開 那我現在覺得很困惑 這個是陳大的校務會議 所做成的決定 那這個校務會議所做成的決定 為什麼沒有被執行 陳柔委員剛剛所提的 在那個這個校務會議的資料之後 以我們所閱讀的資訊顯示 也依校會議的決議送請 領選委員會就那個決議來這個討論 決定要怎麼執行 那委員也非常清楚 可能在整個大學法的流程裡面 那個流程跟那個程序 是由領選委員會來執行 所以以我能夠閱讀的資料 您也了解 我是參與的被領選人 所以那個部分呢 從教育部跟領選委員會 都有正式的回函 告知校務會議說 那個流程他們的看法是什麼 那個部分他們建議怎麼執行 所以也不是在我能夠 直接告訴你 是與否的這個範圍 那個是不是可以請教育部 負責這件事情 是高教師嗎 我現在覺得很困惑 就是按照這個辦法 那校務會議也另外做成了決議了 那所以現在這個校務會議 所做成的決議 而且是按照本來的辦法 那這個結果他們為什麼可以不要公開 我覺得有點困惑 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部分我們 在上一次的記者會的時候 部裡面我們也跟陳大這邊溝通說 未來針對學生去年 10月28號這個衝突事件 不是啦 我現在就是校務會議衝突的事情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啦 我剛剛說過了 已經有委員開過記者會 但是我現在接到陳情的就是說 這個關係到整個 我從學生時代到現在 我非常的支持大學自治的理念 大學自治的理念是大學真的要可以自治 裡面最高意思的決定機關是校務會議 校務會議已經做成了決議 那行政部門這邊可以自治不理 我完全無法理解 因為林選委會這個議題 我們曾經請陳大去回覆 那陳大已經有回覆 沒有關係啦 我不要耽誤其他委員的時間喔 那個教育部是不是可以給我一個書面的說明啊 為什麼他們的校務會議已經做成了決定 那行政機就行政的部門竟然可以不要執行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整個校務會議做這個決議 做為最高的意識決定機關 他到底有什麼實質上面的意義 部裡面我們會來書面回覆委員 好那請教育部就那個 黃委員的問題齁 用書面回覆齁 那我們再介紹我們財政委員會 我們另一位招委我們的盧秀燕委員也到現場齁 盧委員 現在我們請吳秉瑞委員質詢 吳委員請 請 主席麻煩請教育部蔡次長 來 次長請 請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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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